以下节目内容 将对政见心黄 本土仇宗 极度伤信之爆 贸易战令中共变天人事 造成血压升高 情绪不稳 更甚者会思觉失调 网上留言万马 或者打爆电脑手机 敬请留意 蒙香编辑部 欢迎大家收听蒙香编辑部 今天是8月23号 这里有社长 Raymond Wong,大家好 有易德台仰 大家好 还有现在在台湾的 许流山 还有我家山生 好了 今天的题目 等一会儿 马来近应该会到的 今天的题目先说 又说说香港东西 我们一向都是 会令到那些本土 仇宗港独 打爆电脑 打爆手机 那我们继续要做我们这个置业 如果打破了 记住记住 记住发送给我们 打破了 我们有神秘掌粉 打破自己的电话 是啊 记住一定要发送上来 当然反港独 不要说反 我们是嘲笑 没什么事 那身近一人党的陈浩天 被政府捉住 立即捉住 政府是很反常地 小题大做 他就落笋 好像拍子起舞 那样选举近了 那大家怎样看 那我先去刘山吧 你最近 看到 刚刚都回过香港 打了一个八甲转 港独这个风潮 都有留意一下他们 是发烤成怎样的 那民族党这件事 就变成是 借了个势 好像挑起了23条 这条根出来 雖然林郑就说 她这些是民族党的 这些言论 都不足以令我们要立23条 不过23条 都是我们特区政府 要立法的内事 不过现在还没做最适当的时机 有点像想射了个波过去 但是 汤家驊这类的人 其他左口左面的人 都出来觉得 就是说立23条要是时候 那些 那些 他们会等 会不会等保选过了才动手 保选过了才动手 三个月 都不争等到 都不争那三个月 那你其实看回 看见家驊生 在这个 就是我们 方向编辑部的group 都有摆了一篇出来 那 那 说陈浩天最新 就送了一封信给特朗普 那 要求中国和香港脱离西贸 是不是 类似 类似 就是 出来这个美国关系法 就是承认 承认他的自由市场地位 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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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陈浩天那样搞法 那 就是 触碰到这个 中国的底线 其实 国防外交 其实都 和基本法 就是香港 香港 不可以做这方面的事情 根据基本法 根据基本法 是不可以的 是啊 那 这个人 这个人 他不理基本法 就是 理 是啊 他觉得基本法 是有问题的 就是 他们的政治论述 就是 芒果佬 不断宣扬的政治论述 都是说 基本法 是应该 廢了去重新立 重新立 重新立 就是 这个是芒果佬台 不断宣扬的东西 那陈浩天也是秉承了 芒果佬台的 传统而已 那 就是陈浩天也是 芒毒的 余孽 来的 那 那当然 他也是 芒果佬 芒果佬真是罪孽深重 嗯 同一条抢衫 是啊 是啊 是 在他台说话 我说 我觉得 现在整件事很诡异 是很诡异的 就是 最划算是 泛民由开始说 他有言论自由去支持他 现在基本上 你不要跟我 就是 你如果是跟一些 不知就虑的人说 他们就会说 泛民去支持港独 你不要跟我一些 政治 政治 政治爱好者 当然知道 就分析了 但是这个世界不是 人人都有心机 有时候香港人百分之九十 是 他是没有心机理这些东西的 他们只是说 泛民去支持港独 这条港独的想挑战香港的 香港是靠什么 香港是靠什么 香港是靠 如果正常人的邏輯就是這樣看的,你陳浩天就說要港獨,香港獨立 要脫離共產黨的操控,香港要,又說香港人想兩領邊,又要領大陸,但又要怎樣做生意 你一方面又這樣說,另一方面又變了港獨的意識 如果市民一看,泛民是不是在支持一個港獨的人 他說港獨是違反基本法,但又說他是有言論自由 一般市民就是這樣看的 你整個泛民在做什麼? 基本上你支持港獨,不過你又說很多古靈珍貴的東西來掩飾 用言論自由四個字來包裝 我相信,現在大家都聞到這個風潮 政府是這樣來跟你說 這個陳浩天還不收口 究竟他是不是鬼呢? 老實說,我可以說從客觀來看 他不是鬼的話,他就是白癡 還有他在補選近年 他好像想在他接黨 政府限期他的黨要接之前,就玩慢他 玩到最盡就止了 什麼時候接黨呢? 以為我不太記得 我也不太記得了 其實我們也不想理他 最大問題是他牽涉到整個泛民 接下來泛民又有個普選 你是不是想補選? 對不起,我補選補選 死定了,其實怎樣看都是沒有用的 他都是死定了 你自己是劉小禮 劉小禮是輸硬的 我認為是,其實是不能贏的 因為劉小禮的人本身也不是正常 而且現在又有社民連的人貼上去 那我不覺得他是有機會贏的 當然有些人會說我這麼武斷 不過我想說一件事 就是補選的事情 我們是盡量少說的 我們有一個傳統就是補選的時候 因為我們不可以叫人支持那個候選人 那我們就不說 好像中立 就是我們批評他一兩次就算了 我們就不會再不斷地說他 就像那時候姚松炎那樣 他有問題的事情我們會照說 但是會不會在補選肆熱的時候再說他呢 我們上次就沒有做這件事 不過現在... 對,我們節目也停了 對,節目也停了 對,我們是 對,不過現在你見是... 就算是... 雖然在補選近了 又沒有正式... 其實他們連... 去代表也沒有正式去做的 但其實已經罵到熱兇兇 就說健康大使已經是... 嘩,已經放了盤牌出來 即是用直翻 即是用那些... 自己叫健康大使做的包裝 就不斷地放自己的樣子 到處貼一下 那我覺得還沒有去到... 你不用幫他宣傳 你不用配合他 我覺得 你罵他做什麼呢? 對,其實你不用配合他的 因為他喜歡自己貼什麼 就貼什麼 說真的 如果蕭若元要他出來 做個退休消息 做個Banner 他也可以的 其實是同一件事而已 這種做法 那個時候那個人民力量都試過做 是不是? 選舉前 就弄了那些電車廣告 就說是宣傳全網台而已 不是宣傳選舉 這件事是... 已經有人做過了 是打擦邊球的 但是打擦邊球不是犯法 陳凱欣也是插人的辦法 其實就是插... 不知道是迷米還是香港人網 香港人網啊 那時候我很記得 那時候是有電車廣告 應該是迷米 電車廣告 我不是記得很清楚 因為我都找不到那張圖 但是... 要是隨便一個 但是我認為是迷米的 那時候是老蕭 老蕭那些人搞的 還是香港人網呢 我還不記得 香港人網來的 是啊 他幾個人 幾個人 都有一架 一個設計 一個大頭照片 貼在電車上 所以我記得是香港人網 還不分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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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 他在港島 我記得他的廣告 是 不過雙重標準就是... 這些雙重標準是... 這些雙重標準是一直做的 老實說 人家做就不可以自己做的大廈 這些... 這些是他們的傳統來的 傳統來的 我也相信香港的市民和選民 的眼睛是雪亮 未去到低文字到... 因為他多了一些照片 或者多了一些海報在街上 贏的機會就會高 無可否認他會提升他的知名度 因為其實如果你... 很老實說 你問一般市民 陳凱一在哪個 沒有人認識的 真的 這個就... 我認為 除非是很留意 政府那些新聞的人 如果不是 根本就不會知道 陳凱一是誰的 我看法就是這樣 現在知道了 政治助理 你不是提升他的知名度 這是有實際的效用的 我覺得 他們就幫他 罵他 嘩!他這麼快 放廣告搞錯啊 打擦邊球啊 走法律啦 有些像 孔明借戰 原本都沒有什麼 打兩下鼓而已 多謝你 當然可以說 多謝Lens借戰 其實沒必要說 你偷報廣告 其實說真的 這條路 有很多人都用過 不只是... 所謂的建制派會用 你對一些 根本都不是很... 對 小麗那時候 還沒出來選區 搞小麗民主教室 那算不算是... 算不算是偷捕 其實你不可以把 道德標準提到這麼高 我認為就是 我這樣說 可能有些人會認為 我是幫建制那邊說話 但不是 我的意思就是 我是反對這些雙重標準的 一直都 因為小麗搞民主教室 以及搞魚蛋檔的時候 你也可以說 他是偷報 為了立法會選舉 偷報的 是嗎? 好像青年新政那些 那時候也是 譬如 他那時候 還沒出來選 之前也有很多報紙 幫他賣 東方也幫他寫 你也可以說 東方是幫他偷報的 那... 事實是這樣嗎? 那些現在強烈指責陳凱欣偷報的人 就要想想 因為他一隻手指指著陳凱欣 他有四隻手指指自己 梅力彪啊 又中不完 是啊 那些人一向都是這樣 老實說 所以... 他們是不記得的 基本上 由現在來看 我對香港的民主 運動 我完全完全沒有希望 因為那些人是亂玩 而且永遠都是雙重標準 他們貪過癮很多時候 就像Lance那樣 他可以指責了一個... 指責了一個人是... 國安 國安 是啊 他可以先指責 然後... 可能有道歉 不知道 但我就沒有見過他有道歉 有些人告訴我們他有道歉 那我自己就沒有見過 那... 陳比斯出帖的人都沒有見過 他... 就是沒有見過Lance有道歉 其實你可以隨便屈一些人 說他是國安 說他是鬼 然後呢 你是可以... 純粹沒有證據地污衊人 那我覺得是沒得搞的 然後煽動其他網友去指責目標 還有那個人是沒有人認識的 那個人本身是沒有人認識的 那個問題就是... 如果你是搞一個公眾人士 那我也覺得是可以接受的 因為他是公眾人士 你對他有質疑 那你去... 譬如你對青年老症 比如說他搞明哥 是的 明哥那些是... 明哥是做生意的 你怎麼可以這樣屈人呢 其實這樣就完全是不適合了 我的看法就是這樣 明哥基本上是一個 純粹做簡單... 做飲食生意 低端生意的人 做人而已 是啊 其實他做的事沒有壞事 是不是 但別人做好事 你也要當壞事這樣辦 我覺得現在 泛民是... 某些人... 沒有... 沒有... 他們的老闆 就在說嘛 共產黨的文革 就是什麼都想說上事 什麼都政治化 他自己做的 其實他現在做的事都是一樣的 說來 是不是明哥如果... 他們經常說明哥給張曉明 送一張東西上去 什麼有張明 之前的 那他就是 喂 如果他不肯收的話會怎樣 人家每天來查牌 撿了誰的樣子 或者收了不貼 就算不來查牌 就算不來查牌 那些藍絲經常來搞事 那些蟹臭的 那你怎樣 誰負責 是不是你們這些人負責 你們這些人說的 說得難聽些 只有一個講詞而已 他就好像陳相機 就來倒閉 那個油紙散譜 就來倒閉的時候 你就去打兩張卡 說我和你買一把散禮 很可惜 人家平時有的時候 你是不是每天去呢 你不是去買 那說什麼呢 什麼都政治掛稅 現在香港最糟糕 現在泛民最糟糕 就是有一批這樣的人 小小事情就政治掛稅 打算挑起一些仇恨 然後聚在一起 然後就說中共爆料 中共滅亡 小小風聲就說 枝爆 是咯 那銷售一些假的希望給人 Forst hope is worse than no hope 大哥 我認為某軍的屎眼爆裂 是會早過枝爆 我認為某軍的屎眼爆裂 都會早過枝爆 所以說枝爆也是多餘的 基本上純粹是一個幻想 你做人現實一點 可以嗎 阿哥 你要看看究竟實際上 情況是怎樣才行 不是你說我覺得會枝爆 就枝爆 或者我覺得某類型的東西 會爆就會爆 那枝爆會令自己開心 最重要是開心 人總要有希望 就是這樣 他們是這樣想的 最重要是有希望 小小希望你都不給我 你是不是有沒有良心 我覺得他不是希望 純粹是幻想 就是你用希望說他這件事 那你非常美化他的 是 等於你一個光頭 一個光頭的人 你是 他生不出頭髮 他都要告訴自己 可以的嘛 是嗎 都要馬馬梳 其實都是很 很可憐 不要說可憐的 每個人都有自己生存的辦法 那他都要找回自己的希望 是 我這樣說就被人罵的了 算了 佳達你還在說Lancy嗎 哈 我說陳雲 我說陳雲 對不起 我說國師 Lancy 就是葉普城寨的Lancy 代表了一類型的 黃色勢力的人 那個行為 那個思想模式 其實是 黃衛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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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哈哈哈 人家在巴士睡覺都可以說人家不抗爭 真是搞笑 什麼事啊 是為什麼呢 他有一次在巴士那裡 之後就說很累 不知道是示威員 還是去抗爭員 看到那些人就想著睡覺 玩手機 然後就覺得香港就很慘了 那些人都不關心時事 不看新聞 那香港已死了 這樣 老實說 我也覺得香港是已死的了 所以 其實香港是有一個傳統的 就是人人都不多理時事 和不多理新聞 現實是這樣 其實香港以前的傳統就是什麼都不理的時候 大家就找錢非常好 那你這麼多做什麼 那些人不斷宣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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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英國 我是這樣看 當時勢好 譬如說加拿大 我接觸的為例 時勢好的 誰會有人理政治 現在是時勢不好才會理政治 人人都有飯吃 看股票好過 這個才是一個正常社會 大佬 等於我現在每天 每天都看到 那些人每天罵特朗普 如果你打開CNN 每天都罵他 但現實上 我又罵了 行了 大家各自各做自己的 即使那時候 那時候 50萬人 即是香港 50萬人上街 叫董建華下台 那些 因為動到那些人的房子 那些價錢 已經是 他們的資產 那他們都出來 如果現在光武升平 那些是經濟上沒有問題的 那他們為什麼不出來 那當然 少了一個類似689的人 那在煽風點火 當然不同 689是一個奇葩 不過近來 剛剛回到香港一轉的時候 不過看到尖沙咀 銅鑼灣那些 國內同胞多到這樣 那些行李也多到這樣 嘩 四周人都是這樣 有時候都難怪到 有時候 他們心理上會失去平衡的 我也會 我在那時候 我也想大聲叫他粗口 不要這樣靠差逼啊 不要逼你啊 就是這樣 是個社會大環境變 變到現在這樣 我是這樣看的 但是沒有辦法 香港是這樣的 香港如果沒有人逼 的話經濟更糟糕 就是 是死局來的 香港是要注定要走這條路 就是 成為一個國際城市 中國第一城市這條路 這個是他的宿命 你不走 就是 你走這條路可能是錯的 但是你不走這條路 你很危險 因為會被人當臭 駕駛也不能剩 因為你已經 因為香港 因為你香港 已經沒有那些自己的出 就是那些什麼 那些產業 沒有產業的 沒有產業的 你只有服務行業 就是 變成你是買東西回來買 對 因為整個社會沒有實業 沒有實業的 沒有實業的 你根本就是要賣東西 就好像 倫敦那些 他不會 他在倫敦自己本身 市中心的範圍 不會有實業的 他一定是金融服務業的 就是 你看香港的定位就是 就是類似這樣的東西 那 沒辦法的 就是你賣一下東西 銷一下東西 那就可以了 其他 就是你賣東西的話 就要人多 如果人少的話 你又賣不到 現實就是 就是那個悲慘的現實就是這樣 就是你賣不到的時候 你賣不到的時候 就更難搞整個社會的經濟 其實就是這樣 是的 馬來勒就看到了 那我們先停一停 回來馬來勒 講一下大馬 好 大馬